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我们不努力 事情就会变得更糟 但好消息是 在两个月内 我们有机会在政治上恢复一些理智 我们有机会夺回众议院 讲话中 奥巴马没有提到特朗普的名字 而是告诉民主党人 华盛顿的问题比一个人大 对我们民主的最大威胁 是冷漠 漠不关心 是我们不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他说 此次活动是由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组织 奥巴马所被输的七名候选人 来自2016年大选 希拉里获胜的七个南加州选区 待目前军事由共和党控制 奥巴马此前一直避开政治风波 没有更早出面为民主党候选人造势 引起了部分民主党人的不满 竞选集会在安纳海姆 安纳汉会议中心举行 七百五十余名民主党选民到场支持 奥巴马还没有出现时 场下观众时不时唱颂着夺回他的竞选口号 此前 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演讲中 奥巴马强烈批评了特朗普 对白宫出现的这些疯狂事情予以抨击 特朗普则在北达科他州的竞选集会上 大呼奥巴马演讲无聊让他睡着 资料图 美国总统特朗普 中心设计者刁海洋 设美媒衬 几代人以来 奥兰治县以其右翼 政治而闻名 尽管他北部的洛杉矶线更加向左倾斜 对于共和党人来说 该地区是最为关键的选区 奥巴马的出现可能引发该地区的政治转型 民主党人希望加州能够在11月选举中一居翻栏 得到足够的票数以控制国会 他们的目标是拿下几个关键国会选区 根据加州州务卿办公室的说法 虽然民主党注册选民增加 但在该线共和党仍然占有优势 今年年初 共和党选民为563992人 民主党选民为516121人 随着拉丁裔 亚裔和其他移民的涌入 人口统计数据发生了变化 该线的经济已从制造业 转向更多服务业和高科技工作岗位 这些工作岗位吸引了倾向于民主党的白领阶层 与该州大部分地区一样 奥兰指线的失业率很低 经济也很强劲 这意味着投票率可能更多的取决于对特朗普及其政策的愤怒 而不是对国家的不满情绪 对国家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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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家的不满肉 对国家传统 对国家的不满情绪 对国家的不满心绪 感谢观看